大家好,今天就到白州湾船会 很他条,今天是博星帝圣诞节的第二天 趁着空闲时间来说,平时都没什么时间 都在办公室做直播,今天就来到船会 刚才来说,应该是收麦,收麦有问题 现在来说上了船 做了一些茶余饭后 大家都这么说,茶余饭后 也都轻松松 为什么来说呢? 我们很多时候来说,其实我很喜欢玩的 玩船来说,玩了十年了 游帆船,有时的长途赛 都玩一下 亦都是这么说,玩来说,旅行 我们都是一个叫做,最重要是懂得玩 以及最重要是懂得做 在做的过程中来说,我也是这么说 有些朋友说,你每天都做 你好像没有时间休息 其实我们看到来说,其实我们是 珍惜了投资环境 很多时候,机会不会再回头 所以我们说用一年时间去找十年的钱 或者用五年时间去找三十年的钱 机会过了就没有了 今天就轻松了 刚刚能够来到白山湾船会 现在是三点多钟 三点多钟 可以跟大家做个直播 平时来说,我们很多时候 就在办公室 我很少去到户外 我今天看到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非常之好 旁边的船来说 有些出海 有些就去了 我们后面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来说 就是王家船会 后面就是西贡 再过那边就是西贡公路 今天来说 就好像有少少 在对面山那边好像有些山火 刚刚那边来说 你看到后面那边好像有些山火 很多灰没 灰没就飞着过来 黑色的灰没 也都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休闲 休闲 休闲 休闲得来 我们要致富 为什么在船会里面感触到呢 看到很多老朋友 很多朋友来说 我们这样说 很多时候退休人士 才会玩船 或者是有个空荡时间 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退休生活 是我们叫做要安稳的 要丰足的 一定要后面有一定的资金 那么流财 财力 能够可以令到 生活 可以不受影响 因为现在的物价 所有东西都非常贵 非常贵 我看到来说 很多灰 隔离山火 我要先关门仓 因为 门仓可能会飞了些垃圾 隔离山火 可能不出奇 因为风 都是很干燥 很舒服 我们叫做要摊泡 近来来说 我昨晚也看了一班 年轻人 他们去西藏 很多朋友 以前我们三十多年前 去西藏 背囊 去搭顺风车 搭火车 在路上逛人 而他们现在 年轻人二十多岁 买一辆三万元的车 改装为床车 床车来说 他们方便得多 他们现在认识朋友 怎样认识呢 他们拿着车 去到休息站 去到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 由一辆车 去到十辆车 或者五六辆车 在车上认识 当时以前我们 三十年前 其实我们也是 一个人走出的门口 然后上火车 就已经是一班人 去到广州 已经是五六个人 去到四川 去到西双版纳 当时我们也是 自己旅行 自己旅行 玩来说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 产生 懂得玩才懂得做 我经常说 如果你不懂得玩 你也不会懂得做 很多朋友来说 玩船多少钱 开车多少钱 其实我们是 人生的生活质素 希望能够维持 生活质素 的话 你不断去 它能够可以是 产生现金流 我亦记忆一些 叫做退休人士来说 其实 一定要活得精彩 将购买力 他们退休 有丰盛的人生 我相信 人的寿命 是非常之长的 现在来说 通常来说 我们经常说 身边的老人家 都八九十岁 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的心境 和活力 这么健康的话 我相信 我们大约是一百一十岁 一百二十岁 是没有问题的 最重要是你的心境 如果你的心境 如果你的心境 你四五十岁 当自己是退休 那你就等于八十岁的心境 永远都不会向前 所以来说 我见到 很多退休人士 65岁退休 其实在市场上 其实都我们叫做年轻 还有很多购买力 或者还有很多工作能力 不要浪费 今天来说 就在白沙湾 阳光普照 真的阳光普照 很多船 其实我见到 都没有出的 因为为什么来说 疫情之下 也有些限聚令 可能个别家庭自己出 旁边有一只船 就是没有了围 刚才我见到 刚才我上来做 做太阳能 刚刚煮了一些东西 吃完 喝完咖啡 有时间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对这个 我们叫做 休闲置库的经验 我们见到来说 其实香港来说 其实都很多 优性的地方 很多优性的地方 也有很多 很漂亮的地方 那 怎样能够 保持住 我们能够 可以享受 这麽美好的环境 一定要有 物价不断去飙升 好像美元 我问过很多朋友 都是 未来 美元 对美元 那种看法 他们说 两三年 会贬值35% 我又这么说 其实 很多时候 我们 在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不能够 离开世界 离开这个世界的大环境 哪怕你是退休 哪怕你是 不问世事 但你都要生存 在这个环境下 生存 所以来说 我觉得 以时并进 活得精彩 那我经常说 在这一分钟来说 这五年 十年里面 哪里的地方 能够 资产 或者是 能够产生最大的 现金流 我们去持有 过了五年 十年之后 我们那个地方 可能已经是 高增长 我们叫收割 时间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是 可以是什么的 可以是 收割 去另一个地方 可能到时候 我去马来西亚 可能去柬埔寨 或者可能去 我们去 这个是 东南亚地方 都可以是 一个很好发展的地方 因为那里来说 那个机制 很多是低水的 很多是低水的 所以来说 但是我们面临了 很大的冲击 香港人 在这个 香港地里面 其实我们的船会里面 其实很多 都是国内的朋友 来做会员的 近来都 近两年 都非常之多 他们又学 来这里 是什么呢 学帆船 学帆船 学驾船 再去到 寄宜 回到自己的城市 里面 去买 买船 很多时候 顶级的买家 在香港来说 都是国内的朋友 我又看回 以前我们有些欧美人士 或者是公务员 或者是我们的医生 才有时间去船船 其实船船很奢侈 很奢侈 我们都这么说 能够很悠闲去做的话 基本上来说 我看到 船船的人开始 开始由西方人 去到香港人 香港人再去到国内人 那个趋势 是不断会强化的 我们也是 踏足了我们 另外一步 我们可能去到 散尾都可以玩船 因为散尾金丁湾 或者是广东省完善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玩船 有些叫做中国杯 所以来说 我们看到 其实是 在整个大环境里面 怎么能够 我们去维持 我们的高质 高质的生活来说 不断要创富 产生不多的被动收入 所以我们最近来说 这两年来说 我们都在香港卖车位 车位产生一些 可观的收入 另外就会是 国内把握了 核心城市的资产 车位都是一个 叫做被人忽略的板块 我们都马不停提 今天很难得 今天都很好享受 今天的阳光 今天非常之好 阳光充沛 一个游闲的环境 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直播 希望能够 带动了一些朋友 在疫情之下 就不要再 继续去躲起自己 越人越躲起越死 所以来说 扩阔自己的视野 也可以展望一下 展望一下 展望一下未来 今天非常之好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祝大家圣诞快乐